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老爸才制造出了这套装甲 小朋友穿上之后完全就是个炫酷的机器人 而且这从机器人切换到摩托车 只要跪地趴下几秒钟就搞定了 而因为阿尔西是女性角色 儿子不是很满意 所以老爸就又给他打造了套坦克服 不得不说这有个动手能力满分的老爸 真的是太幸福了 但可惜的是这摩托车和坦克都是跑不起来的 不过下面这辆大黄蜂就不一样了 Liven Grifflands是个忠实的大黄蜂拥护者 他做的大黄蜂装甲不仅外形相似度高 而且还真的能跑起来 虽说不够快 但也已经够让我等凡人膜拜的了 Liven现在经常会穿着他去街头秀一秀 顺便还能卖个异位下套装备筹点本钱 这是既赚了眼球又赚了票子 看过了摩托车和汽车界的变形金刚 那接下来我们就见识下机器人飞机吧 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里 又加波音777头尾一缩之后 就变成了个机器人 而且他还需要上厕所 这真的是很颠覆我的认识啊 但后来证实这段视频只是后期制作的 飞机变机器人并不是真实 这也得亏不是真事了 要是哪天飞机真的成了机器人 大家可能还会陷入恐慌呢 视频元素来自Parkley 由Mexoner创意公园翻译前期制作 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Mexoner创意公园 请关注Mexoner